澳洲和日本有已簽署的这份到底是什么协议 为什么会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 不是说拜登将会做总统吗 澳洲到底在想什么呢 难道澳洲准备好和中国决裂 欢迎收看土豪TV 在1806集美总统大选播出后 我收到一些指责我偏帮西方国家的留言 每次我的节目内容只要提到中共都会收到类似的留言 甚至乎有人将中共比喻为胜女征德 我相信一直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本台有超过五成的内容 都是跟大家分享澳洲的一些负面事情 提醒大家要大家注意 比如澳洲有针对华人的抢劫 不要轻易相信澳洲的地产佬 澳洲的就业市场以白人为主 维州的州长是一条废柴 本台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为观众报道事实的真相 无论是好消息坏消息都要报道 如果不是 土豪TV和TVB、CNN有什么分别 本台在多次的预测中包括澳洲的疫情 在香港问题上澳洲会跟随英国吹鸡 本台的预测都是比较准确的 这帮人一听到有关中共的负面新闻 精神就会变得特别紧张 这些人不会跟你作理性的讨论 轻质会说你偏帮西方国家 重质还会骂人 好 先回到正题 我先简单地讲解一下澳日在军事上的历史 日本皇军曾经在二次大战中攻打过澳洲 上一集介绍过的不领地的达二汶 曾经受到日本皇军的空袭 后来得到美军的介入 澳洲才可以成功抵挡日本皇军的攻击 在二次大战中免受日本皇军的侵略 因此在二战之后 澳洲和日本在军事上基本没有太多合作可言 最多只是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反空联合掩集 或者参加一些强度比较低的简单军演 直到2016年 在澳洲的常规动力潜艇的招标中 原本被一直看好的日本蒼龙级潜艇 在最后临着门的一刻落船 最后由法国的潜艇重标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法国的潜艇比较优手 但行内人士一致认为 日本的蒼龙级在日本自卫队已经服用多年 无论在可靠性、价格、技术成熟度 以及维护成本上 都要比法国的方案优胜不少 而且由三宁重工负责製造的蒼龙级 在部分的技术上更加领先世界 有网友可能会说 哪有可能你当法国是罗的 法国做到核潜艇 日本连核潜艇都没有 法国有LV专业 你不职业就不要乱说话 这就是问题所在 法国的方案是在原有的核潜艇上 帮澳洲重新设计 做常规动力潜艇 但其实法国在大型常规动力潜艇上的经验 是远不如日本的 反正澳洲这次招标 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一个爆冷的结果 重点是澳洲其实在北京的压力之下 被逼放弃选用日本的方案 各位观众 这就叫干预他的外政了 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 中澳关系仍然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澳洲和日本签的 这份到底是什么协议 为什么会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 甚至会受到北京的补复 到底是北京太小气 还是澳洲太过分呢 喂 习主席看来不像那么小气 首先目前这份协议 只是一份初步的协议 最快要等到明年新日本首相 锦二位 访问澳洲的时候才会正式签署 我个人认为这份协议 最后正式签署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两个都已经高调地宣布了这份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 澳洲以及日本 可以让双方的军队 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军事训练 甚至可以让对方的军队 直接使用国内的军事基地 这是和民国先有的合作关系 也都间接地代表了 日本已经正式被立入为 五眼联盟的新成员 背后当然是受到美国的指示 澳洲才会这样做 这是百分之一百美国的主意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 因为澳洲军队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 而且是最强的美军版 大家可能不知道 美军版会卖给关系最好的兄弟国 日本是拿不到美军版的武器 我以F-35A为例 澳洲版不单是性能上 要比日本强 而且价格上 要比日本便宜 重点是 在两国的互动中 多多少少都会把部分装备的性能 暴露给对方 这些都是属于军事机密 只有在完全信任对方的情况下 才会这样做 你有没有看过澳洲会和解放军有联合军演的 当然放解放军军的军舰去塞尼买奶粉 就不算是军事上的合作 也不会暴露军事机密给解放军的 我不是在抹黑解放军 真是一车车的奶粉搬上去军舰上面 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澳洲奶粉 你真是当解放军流的 有网友可能会问 功能不是用来打仗用的吗 那解放军买这么多奶粉做什么 难道功能上面有很多BB 这位网友你不懂事就不要在乱问问题 你不让解放军只是进行国际人导援助行动的吗 你不让解放军买奶粉上去 他自己喝得不得 你也有那么多东西 那么八卦都有 另外这份合作协议 北京认为是针对南海的 因为澳日双方已经多次表达了 对近年南海的发展 表示高度关注以及担忧 包括在真意岛上 人工岛上的军事设施 坦白说 以目前日本以及澳洲的军事实力 是很难和中国在南海角力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因为解放军可以从海南岛派 带空军支援南海 加上有航母 虽然说是常规动力航母 但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 当然澳洲和日本是没有可能单独行动的 我之前已经提及过 这种级别的军事合作 必定是得到美国的同意 而我个人的猜测 甚至乎可能是Donald Trump的主意 当然这是没有证据的猜测 但双方的军事合作要得到美国的同意 这部分是可以肯定的 这份协议还提到 日澳双方同意了 有需要时 日本自卫队可以协防澳洲 这一刻就不得了了了 因为日本自卫队目前是受到憲法的限制 只能在日本本土对日本进行防卫 因此日本的军队就不叫做军队 叫做日本自卫队 这只是用来自卫的军队 男士们不要乱想 但这份协议可以让日本打破封人 让自卫队走出日本本土 这一刻就不得了了 你千万不要小看日本的实力 自卫队虽然在整体实力上不如中国解放军 但在某些领域是很强大的 包括日本拥有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强大的反潜机队 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是拥有很多潜艇的 日本也拥有全亚洲最先进的常规潜艇队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仓龙級 仓龙級是一款很厉害的潜艇 也就是日本未来有可能会直接训练澳洲的潜艇 以及加强澳洲的反潜能力 甚至有可能直接遣派反潜机队 或者驻守在达尔文的空军基地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份协议一旦遵守之后 也都意味着澳日未来如果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它的反应时间会缩短很多 我估计以上这些就是 为什么北京的反应这么强烈的原因 那问题来了 那不是说拜登赢了吗? 拜登不是说会偷对话来和北京解决问题吗? 还搞什么军事行动呢? 目前美国大选还未正式结束 不知道谁会是未来的美国总统 直到目前为止 连俄罗斯的普京都未正式祝贺拜登 连中国的外交部 居然发出不尋常的祝贺 大家看看这段东西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 以及程序作出确定 而没有清楚明确地确认 拜登已经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祝贺 非常有趣 Anyway 这份协议我个人认为 是很Donald Trump风格的协议 绝对不止是Scott Morrison 以及菅義偉的作风 你试想一下 菅義偉上台多久 难听这些说句 连屁股都未坐暖 搞这些动作 难道日本不怕中国报复吗? 而且日本来中国这么近 另外你听一下Scott Morrison的语气 多硬 完全不考虑伟大习主席的感受 多不给免习主席 我在澳洲已经住了超过十年 我对澳洲的实力是比较了解的 澳洲无论在军事上 以及经济上都不如中国的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明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还要跟中国去逛 这两个人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傻的 这两个人当然不是傻 这两个人的智商 肯定要比普通人高 尤其是日本首相菅義偉 我个人的感觉是 这两个人可能收到消息 Donald Trump会连任 甚至乎可能直接收到Donald Trump的指示 当然这个纯粹在我个人的猜测 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但是澳日两个军事上的合作 它的主要目的是配合美军的部署 这是100%肯定的 美军负责制空、制海 然后日本负责反潜 以及分担部分防空的任务 澳洲潜艇负责水下任务 以及负责打炸 搞口勤、補给之类 未来美日澳形成对南海的实质控制 这个布局是比较明显的 不管怎样 这份协议一旦正式签署 意义非凡 是直接解除日本的封印 将日本强大的反潜 以及潜艇力量释放 以及会间接加强澳洲的军事实力 这个动作很明显是针对北京的 而且一旦正式签署 中澳关系势必会进一步过化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澳洲的经济在短期之内 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但对于未来想移民过来澳洲的香港人来说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澳洲不单止不会取消这项港人计划 更加有可能加码 增加分配给香港人的名额 这个是有可能的 目前看来澳洲已经不将偉大的习主席 放在眼内 今集就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订阅、点赞和帮我分享出去 感谢收睇TOW 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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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